为什么要归零 如何归零 你要来到解脱安心快乐自在 就是要把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之间 包括价值观 要重新来过 不要随波逐流 不要随波逐流 你要有你的组建 你的看法 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什么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喜悦 什么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安心 什么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幸福 要真的静下来去面对 以前家庭会主在紧张的情况 那你现在要静下来去分析 我现在不要去怪 任何人 我现在要如此好好面对自己 我怎么样让这个家庭真的温馨 真的幸福 以前总是怪太太 怪天一半 这样的话没完没了 你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 把那些自以为是的观念 要放下规律 重新来 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家庭真的幸福快乐 亲子关系不好 以前怪小孩子不经常不孝顺 好 要重新来 父母亲是主角是主动的 小孩子是被影响的 所以要重新来检讨 归零 以前那种父母亲 总是权威 总是认为小孩子不懂事 把这些观念要重新来过 归零 怎么样学习高等的心灵 怎么样来到真的能够冷静理智 客观的来跟小孩子共同 用平等心来跟小孩子共同 归零 就是要这样去自我突破 你所遇到会有冲突痛苦的 我们以前都是怪外境 我们现在要把这种习性 把它扭转过来 不要再怪外境 回来 回来 检讨我们自己 我们有哪些方面可以去突破的 可以去改进的 你是你世界的主人 你要怎么样去对待 去改善我们的世界 就在你能不能真的转变心态 转变信念 你多似习近的